創造的校長 現在叫做台北商業大學 現在是台聯的立法委員 非常優秀的台灣人 我們今天又請他來演講 我們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 好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來利用中台的航空時間 我們今天要用很大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的探討 是這個政府預算的審查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當然有一個目標 我們後半有一個參與公共領域的事務 你知道公共領域的事務 有一點就是 這一定是要人要錢 人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錢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公共的財務 就是預算制度的進行 所以你用這個時間 用很多時間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個政府 預算的審查這部分 今天來講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來講 大概就是這幾個 簡單做一個前言就是 就是說有關預算的這些基本概念 第二個就是說 政府預算書的一個範例 再來說我們常見的一些書士 跟我們的審查實務 最好再做一個決議 這是今天要用很大時間 跟大家介紹的一些內容 首先在前言的部分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也是有這個政府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功能 這個財務的原則 數字會說話 這個預算的資訊架架 跟預算有關的名字 這幾個內容 這幾個內容來講 我想都是說我們在探討這個政府預算 大概都需要有的一些 基本常識 基本觀念 那我們就足向的來跟大家介紹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政府預算的意義 政府的預算 很多人都有定義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什麼 黃世新老師的定義來講 他實在是說 定義解釋的是比較完整一點 政府的預算來講 是指一國的政府 在一定期間內 為達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以國家的整體資源 以國民負擔的能力 為估計基礎所預定的財政收支計畫 以及經由政治的程序 所謂的國家資源的分配 聽起來就講得漏漏等到 但是其實他每一句話裡面 都有他特別的意義 首先來講 我們在講這個預算來講 是講的是 指的是國家政府 其實預算是不是只有國家預算 不是啊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有沒有預算 有我們個人來講 我想我每個月說 用多少錢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個人也需要有預算 家庭也會 會不會編預算 也會啊 我們家庭 我們明年 我們大概要買房子 或者是要做什麼 要出國旅遊 我們家人 家庭 但是這些都不是 我們今天探討的國家預算 我們這個預算 講的是哪一個層級 是指國家政府這個層級啊 那等一下再講講說 為什麼要講國家 因為國家的預算 跟我們一般個人或家庭的預算 基本上它性質是不一樣 而且是在政府 而且是什麼 一定期間內啊 這個一定期間就是說 我們預算一定是有期間的 你可以是說 通常我們都是講年度預算 都是以一年為單位 但事實上來講 我們也可能是三年五年的長期預算啊 甚至也有半年預算 或每一季的預算 但是不管你是長是短 總是都是一個什麼 一定的期間啊 那它是為了要達成什麼 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啊 預算來講 它的目的是政治的 經濟的跟社會的這些目的 然後根據什麼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啊 這個預算不是隨便編啊 一定是要根據什麼 政府的施政方針 那以國家整體的資源 跟國民的負擔能力為基礎啊 你預算也要考慮到 國家的資源跟 國民的負擔能力 那有些不可以說 以前提了就是什麼 黑白編黑白那個 還是要考慮什麼 這個國家的資源跟這個什麼 國民的負擔能力 那所預定的什麼 財政收支計畫 我們知道說 其實政府的計畫 是不是很多種 那預算是屬於什麼 財政的收支計畫 政府的預算 有各種的 各種的 比如說國民健康計畫 什麼 什麼 這個國民教育計畫 很多種計畫 十二年國教計畫 很多種計畫 很多種計畫 政府施政有很多計畫 但是 預算也是各種計畫裡面的一種 而且它是什麼 財政收支的計畫 如果說在講它是什麼 預算是一個透過政治程序 所謂的國家資源的分配 所以預算來講 它是一個需要透過這些什麼 政治的一個程序 所以預算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政治的一個角力的一個結果 所做的什麼 國家資源的分配 這個是我們對預算的意義 我們就以這個 那如果說這裡面你每一句話 如果都把它想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預算它的精神是什麼 那預算的功 接著我們來看說 預算的功能 那預算的功能 我們 預算的功能有很多 但是基本上最重要 大概就是有這三個 第一個來講 預算是一個什麼 是要強迫我們政府進行規劃 因為你如果沒有規劃 你怎麼編預算 對不對 你為了要編預算 你政府一定要進行這個什麼 進行規劃 所以這一個 預算來講 可以幫助我們 強迫我們政府做這些規劃這樣 好 那個不好意思 中間打斷一下 就是請車號 車號D13538 D13538 3L9901 3L9901 還有ABP3906 ABP3906 以上這三輛車的車 車主同心推 所以麻煩請移一下車謝謝 好那請剛才有宣布到的車主 是不是麻煩一下 那就去把它移動一下 好 那我們再繼續的話 就是說 預算功能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強迫規劃 第二個來講是什麼 提供這個衡量績效的一個標準 我們知道說 這個衡量績效有很多種方法 當然你可以用各種的民調 但是其實 預算是一個很客觀的一個標準 我們知道說這種衡量標準的話 這個用預算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到說 你預算的行李或你的達成力 這種東西數字會說話 就是讓這個是一個衡量的一個 它是一個衡量的一個標準 我們政府市長在講講說 為什麼政府都說 一句話說 我做到老冬 大家八歲陷害到老冬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政府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種 他的努力會跟社會的期待 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可能就是怎麼樣 可能就是說 這種衡量的標準 可能比較不一樣 我們知道說 這種東西的話 這個可能是 我們知道說 有些衡量是很主觀的 比如說 這些漂不漂亮美不美 這個可能每一個人 有的人看起來就 這種就是很主觀喔 有的人你覺得很漂亮 可能我覺得不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這樣 很有可能喔 但是如果說 我們用預算數字來衡量的話 我說十大於九 大概你不會說 懷疑說 我說十比九大 你大概就不會覺得說 這樣講起來是有什麼問題 大概我們這個 所以說用預算來講 他是一個什麼樣子 一個提供一個很有效的 一個衡量標準 第三個的話就是 有助於溝通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 人跟人之間要溝通 那溝通用什麼 用預算政府跟人民 要不要溝通 也是要溝通啊 但是這個溝通的話 如果用預算來講 就能夠很有效啊 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 前幾年不是在做路平專案嗎 那路平專案你說好不好 當然很好喔 我們有一個很平淡的道路 來走好不好 來開車當然好 沒有人會反對 反對路平專案 但是你如果說 同時把你的路平專案 你總共你要花多少錢 也告訴我們 那可能我們的想法就會不一樣喔 如果說路平專案跟我講講說 平均一公里的路要花一百萬 那可能有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樣值不值得這樣 如果說一公里只要花個二十萬或者十萬 可以把一個很好的道路 這個為什麼我們要不要支持 當然我們要支持 所以這一個預算來講 你如果說一個比較有效的政府 你如果說能夠說 用預算來跟人民進行這些 解釋或溝通的話 他就是說會有所幫助這樣 這是我們有關 預算的這一個功能 那再接著的話 我們來講的財務的原則 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這個預算 我們在講的預算是 今天在上課講的是講什麼 是國家預算 其實預算不是只有國家才有預算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有沒有預算 有 我們家每個家庭要不要預算 也有 但是國家的預算 跟家庭或個人的預算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說 基本上來講 這個就是有一個是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是不一樣 個人理財是指什麼東西 指的是說你個人家庭 或者是一個公司行號 你公司這種的話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個人理財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就是什麼 個人理財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理財單位 你的盈虧要致富盈虧 你公司賺不賺錢 如果公司如果虧本誰陪你啊 沒有 就是你公司你股東要自行吸收啊 你這個家庭如果說 你有重到樂透 你要不要分給別人 基本上除了繳稅以外 你也不用分給別人 對不對 那你個人如果理財的話 你錢要怎麼用 怎麼花 有沒有人會管你 沒有 所以這就是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不一樣 那公共理財是指什麼 像政府的預算 或者是各種的基金會或什麼 他們說你的財是誰的錢 是公共的是別人的錢 那別人的錢如果錢 他的盈虧是怎麼樣 就由公共來承擔啊 所以這就是個人理財跟 我們理財可以分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那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因為他們的性質不一樣 所以在理財的時候 他的一個財務的基本原則就不一樣 個人理財一定要 要符音的是什麼 量入為出的原則啊 我們一個人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不是說你賺100塊 最好你是不是只有花80塊 對不對 你最多也是 最好是花 你如果再多花的 你賺100塊你花90塊 最多最多 你也只能怎麼樣 賺100塊 你最多也只能把它全部花 花100塊 你如果說賺100塊 你給他花120塊 花150塊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說你的朋友 有人是 每次都是說 入不敷出 賺100塊他就花150塊 這種人你要怎麼樣 這種人你就離他遠一點 因為他早晚會給你借錢 是不是 所以說個人理財的話 一個原則就是什麼 你量入為出 你就是你賺多少錢 你最多只能說花到那樣 你不能超過 但是公共理財呢 我們在一般的財務的 這個 理財原則裡面 我們公共理財的話 我們所符印的財務原則是什麼 是量出為入啊 量出為入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這一個錢的話 就是你要 以你這個錢 是不是支出 是不是有必要 如果說有必要的話 你要另外去想辦法 所以說我們一般的政府 或者是公共理財 我們的預算來講 政府可不可以講說 我們 我們所考慮的是說 你這些事情 該不該做 要不要做 你政府不能 如果說是一定要做 你能不能說 那我沒有錢 我不要做 基本上是不可以喔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國民教育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做 你說小孩子 小孩子念書 這個錢 是不是要 比如說現在今年是104 103年 民國97年次出生的 小孩子 今年是不是要念小學 如果今天政府 突然跟我們講講說 我們因為我們財政困難 我們沒有錢 所以民國97年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不要去念小學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你沒有錢是因為 但是你國民教育 你小孩子該念書 你不肯要念書 這個以後再過幾年 就要再念 可不可不可能 再念小學一年級 不可能 然後你小孩子 該念書 你不肯要念書 以後這我們國家的 國民數值會不會降低 我們文網會不會增加 會啊 所以像這種錢的話 是一定要支出的話 政府能不能說 沒有錢 我們就不做 當然就不可以啊 那如果說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這個就是說 我們考慮的就是說 量出為入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支出 是不是 必要 而且如果說有必要的話 那就不能去考慮 你有沒有 你錢夠不夠用這樣 那這樣聽起來的話 大家會想想說 那這樣子公共理財的話 那是不是說 那這樣子他的錢 是不是就可以隨便花 不是 我們公共理財的話 他的財務原則是量出為入 所以我們不像個人理財 你可以用你的收入 來控制你的支出 而在公共理財的話 你收入不是來控制你的 所以你必須要對於什麼 對於你的支出來講 要更加的嚴格啊 控制要嚴格 那怎麼樣子嚴格 當然就是我們 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任何一筆支出的什麼 事前的話就是要有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你這個錢的話就是要有預算 你政府你有錢 你如果沒有預算 你錢你有錢能不能用 不可以用 那這個預算一定要怎麼樣 要經過人民的同意嘛 對不對 但問題是有沒有 政府有沒有辦法 跟每一個人來取得 每一個人同意 不可能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設計就是說 你政府的支出一定要有預算 預算一定要經過什麼 好人民的同意 那就是有什麼 代表人民的什麼 立法機關或者是議會嘛 中央政府的就是由立法院來審查 那地方政府的就是有什麼 由各地的什麼 議會來審查 經過立法機關 立法院或議會同意 審查通過了 那你才可以去什麼 你這個支出才可以用 所以說公共理財是強調的是 量出為入的一個原則的話 所以他 他的支出不受他的財務的這一個 這個限制 所以說他的支出的話就會比較有彈性 但是因為有這樣彈性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怎麼樣 我們要對於支出的話 我們要更加的嚴格或嚴謹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很重視這個什麼 公共的行政理會很重視這個 預算的審查的原因是在這裡 那我們說審查的話 我們就是說這個政府會 他就是透過預算來跟什麼 跟這些溝通 那我們知道說怎麼溝通 因為預算其實他本身都是一些什麼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的話 預算其實都是 他是屬於廣義的會計協裡面的一部分 他都是用什麼 用數字啊 所以說預算來講 他所都是用數字來表達 那我們使長都聽到一句話就是說 數字會說話 我想請問一下 數字怎麼說話 數字跟我們說什麼話 說中文還說英文 數字會說話 數字怎麼說 有誰聽過數字說話 他跟我們說台語 說國語 或是說英文 說阿拉伯文 我們都說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 真的是不是阿拉伯文 這個真的 所以說數字會說話 我們要想說 那數字怎麼說話 數字怎麼說話 我們來看 我又舉個例子 來跟大家講一下 老師如果說在黑板上寫說 一百七十七十問說 這什麼意思 你們一定跟我說 這沒有意思 這只是阿拉伯數字嗎 這有意思嗎 沒有啊 只是阿拉伯數字 但是如果說 我把這個數字再加上什麼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我問你說這什麼意思 你們是不是會想說 老師是不是在跟我講 一個人身高體重 是不是 是不是就不一樣 不在乎 你們會想說 你是不是講的是 講一個人身高體重 那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那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這個是代表是什麼 這個 以前啦 這個我在學校當 舉個例子來說 但是假的 以前我在學校當校長 那學校裡面 現在很多女生 就高協力 高協力的女生 有一個很麻煩的 到後來可能 有很多都怎麼樣 都沒有結婚 或者甚至 因為相對在學校 當老師的 生活圈都很狹小 這個也沒有什麼交友的機會 校長如果說很雞婆 想說 某一個老師 不錯 那我就跟他講講說 那我幫你介紹個 男朋友怎麼樣 通常你知道說 你老師的話 你要給他介紹 老師的話 都還 自尊心都還蠻強的 你不能說 隨便帶他去 我們去相親是什麼 一定要怎麼樣 先讓他了解一些基本資料 他看了覺得說滿意 他才要介紹 你不能夠說 動不動 阿媽好鬼就把他帶去給他看 對不對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可能我要跟他講的時候 我第一步 我是不是要跟他介紹說 這個男生怎麼樣 那可能介紹的話 會介紹他的協力背景 什麼 他的什麼這些基本條 其中會不會有介紹一個是什麼 他這個外型 那外型的 我可能我跟他講說 他的身高是170公分 70公斤 如果說 這一個女生沒有看過這個男生的話 完全都沒有看 但是 你跟他講這個數字 他腦海會浮現 他會認為說 會有個圖像說 這一個男的大概長得怎麼樣 如果說 以我們東方人來講 170公分 70公斤 只算是中等身材 不算高也不算矮 不算胖也不算瘦 是不是都中等 那如果說 我跟他講的數字是 180公分 50公斤 他腦海會浮現的是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是瘦瘦高高的 搞不好說像竹竿一樣 50公斤會不會太瘦 會啊 男生都會 那如果說 給他的一個數字是 160公分 80公斤 那會不會想說 這個人大概是矮矮胖胖 這個數字會不會說話 數字就這樣說話 他同樣沒有看過這個人 但是 你給他不一樣的數字裡面 他會呈現出來的圖像 大概就會有個圖像出來 而且這個圖像 我沒有跟他講 我沒有跟他講 但是大概 他三種的數據來講 他腦海所呈現的圖像 是不是跟我要跟他表達的 是不是就差不多 這個 這個數字來講 是 這樣子會不會說 這個也就像是說 我們有很多人來講 我們買股票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做財務報表分析 因為我買股票 我要投資這家公司 但是我也沒有參與這家公司的經營 沒有我不知道這家公司 但是拿我的錢去給他的話 我要不要了解他 要啊 那所以我會看什麼 看他的財務報表 他的營業額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判斷說 這家公司的規模的大小 他的存益率多少 我可不可以知道說 他的獲利能力怎麼樣 他的一個這些負債比例 那個負債比例或資產的金額 我可不可以知道說 他這家公司的財務結構是怎麼樣 所以這些的話 都是說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數字 來幫我們說話 這個也就是 我們一般在講講說 數字會說話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啊 這個 這個 學會計的人 有的時候是透過數字來說話 是很精確 但是有沒有一個缺點 很不浪漫吧 這個 以前我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到以前 我們有一個什麼 私人叫余光中 他有一天在電視上他寫說 他在描述有一個什麼 午後的廈門街 台北市有個廈門街 我看他講的是什麼 午後的廈門街 我去過我知道在哪裡啊 但是為什麼 人家他看到的廈門街 為什麼跟我看到的廈門街 就不一樣 如果說像我們學會計的 你叫我來介紹 廈門街我會怎麼介紹 廈門街 都很浪漫 我們如果用數字來說話 說的話是很精確 但是怎麼樣 可能就不是很好玩這樣 我們知道說這個 數字會說話以後 我們再接著的話 這個數字 我們整個的預算來講 我們是透過這些數字來進行這些 我們這些溝通 我們知道說 這個整個的預算來講 他其實整個的架構的話 就是我們知道說 預算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講 預算的目的是要讓政府 來跟人民怎麼樣子 進行溝通對不對 政府要施政 那你要做什麼 政府有的時候你說 你要照顧 我們說政府有時候跟我們講 他要照顧弱勢 或弱勢人民 那我們 對不起剛才進來的時候 忘了把手機關掉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溝通的話 我們說政府說 我們可不可以 政府一個政府 他到底他的一個施政的一個方向 或者是他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子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個 預算來了解 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到底是有沒有 他雖然說他要照顧弱勢家 弱勢族群 那這個是不是只有這樣說的就是照顧弱勢族群 不是這個有的時候 你有沒有照顧弱勢 這不是嘴巴或者是政策上 口號這樣說一說 我們可不可以進一步來檢驗說 那你的預算裡面 你社會福利的支出有多少 佔的比例高不高 那你的社會福利你是在照顧哪些人 哪些族群的人 這種的話我們說 預算的目的來講 其實他 我們為什麼要有那麼多 整個國家花那麼多人來 那麼多單位 都來編這個預算 然後立法院或者是議會 花那麼多時間來審查 其實的目的就是要來進行怎麼樣 透過預算來進行溝通 所以這是預算的一個目的 但是你要達到這個目的之前 你有一些什麼 基本的動作要做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的話要經過一個編制的程序 那個預算不是憑空跑出來的 那預算的編制來講 因為預算它本身也是屬於一個什麼 專業性比較高的 我們一般人會不會變 可能我們一般人 你如果說你沒有學過會計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訓練的人來講 你可能你不知道說你在編什麼 或者是該怎麼做 它本身也是有相關的這個 一般人能不能編 不能編 因為這種東西的話 可能還是要經過一些程度的訓練 以前我在大學 那時候還沒當小 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如果說我教到大一的粗塊 通常我每一次交大一的粗塊的第一節課 通常我都會做一件事 我會請我的學生 你們就隨便拿出一張紙來 每一個人編出一張 你家或你個人的 表達你的財務報表 你知道說我們大學的學生來念會計系 很多人來講他是念普通高中 他根本也不知道什麼是會計 會計只有知道這兩個是這麼寫 但是什麼是會計他知不知道 他也沒有受過這個訓練 他指是什麼 大學聯考分數落點是在會計系 他就跑來念會計系 是不是很多這樣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對不對 那我就叫他們編出來說 他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他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那通常他們編出來的財務報表會是怎麼樣 會非常的好玩 他會講說我有多少錢 有多少件衣服 有多少片CD有什麼樣 那只差沒有把什麼爸爸媽媽有幾個 因為在他們來講 小孩子會爸爸媽媽當什麼 當提款機啊 會不會 這個他們會 你會看通常他們編的那種財務報表 五花八門你會覺得非常好笑 那通常怎麼樣 通常等上了一年的課 出壞的課程了以後 那最後一節課 我會把他們第一節課 自己所寫的財務報表 花一環去給他們 是叫他們說 那你們上了一年的會計 你自己把它改一改說 那時候你編的財務報表是這樣 那你現在學了一年以後 你認為說你該怎麼改 那很多學生發覺說 對啊 當時為什麼一年前自己寫的是寫這樣 他們最少會知道說什麼 有會計科目 有什麼借貸法則 有什麼借貸平衡的這些 這些觀念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說我在跟各位講的是說 會計這種東西來講 他本身是有他的專業性 那我們需要編制 編制預算來講 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編制 所以通常編制都是由誰來編制 都就是由各個行政單位 他們都是會計士或主計士的人 他們就有一些這種 有學過這種會計或者是主計的人 他們來負責什麼 編制這個什麼 預算 那預算編制好了以後 這個行政單位他編了預算 但問題是他們編的預算 我們人民接不接受 這個 是你要用的 那預算是你編的 那我怎麼知道你編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樣 我們需要說你編的預算 還要經過怎麼樣 審查 為什麼要審查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 預算本來來講 是政府跟人民的一個 什麼應該要取得人民的同意 但是這個我們政府沒有辦法 讓每一個人民來進行這個審查 所以我們就需要審查 就由誰來審查 就由立法機關 由立法院立法委員 或者是由誰 如果說地方政府就由議會 那經過立法院或議會的審查了以後 最少他代表我們人民去進行審查以後 那他們編的預算 最少由我們的人把它確定的 是不是這個預算就才是有效 那審查完了以後 那再來呢 問題是說你這一個政府所編 他剛才我們一開始就講 政府編預算是要根據國家的什麼 政府的施政方針啊什麼什麼 他的這些所編對不對 但是政府他的施政方針 跟人民之間的期待會不會有落差 還是有可能有落差對不對 那在這個落差審查完了以後 那再來就經過一個什麼 一種溝通的程序 就是預算還要經過什麼 經過大家的這些協商了以後 那確定了以後 才能達到我們這整個的 預算的一個目標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有關 我們在了解預算制度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了解 他都是經過編制審查溝通的 這一個什麼這個程序 才能達到我們預算的目的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架構以後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說 那我們預算相關的一些名詞 因為預算有關的名詞的話 就是說這個預算我們一般 講預算大家都知道講預算 但事實上在政府單位裡面 預算它有一些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叫預算法 那預算法裡面有一些什麼 相關的這些基本名詞 那我們一些這裡面的名詞有很多 我們有幾個比較基本的重要的 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個是什麼 概算預算還有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這些 那什麼是什麼是概算 什麼是預算 什麼是法定預算分配預算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預算法 第二條的規定 各主管機關一套他的施政計畫 所估計之收支稱為概算 這個請注意一下就是說 我們這個都還沒有 只是估計的這一步 尤其是估計這兩個 我們用估計的所得到的是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概算 那概算來講 你如果說是經過 我想我就舉個例子 來跟大家說明好了 像以前我在學校擔任校長的時候 那我們學校 學校是每年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什麼 是不是要招生 對不對 這個你沒有招生 你學生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招生 那招生的話 要不要用錢 要錢 那用錢的話 你沒有預算的話 你錢能不能用 不能 所以我們為了要招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就一定要編學校的招生預算 那招生預算 你第一步的話 我們的可能 我們就是先根據什麼 我們要招生的話 我們今年的招生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報名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們報名的話 我們這個錢要從哪裡 是不是從學生報名 我們給他收的什麼 報名會 對不對 那我們報名會 我們要收到 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上期 我們就先估計 我們估計說 今年來講 大概會有一千個人 或者是有一千個人來報名 每一個人報名 如果說是 是 的話 我們報名會如果一千塊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總共的 報名會收入是多少 是不是就一百萬 那一百萬的話 我們可能 可能我們就怎麼樣子 我們要不要給老師的命題會 要不要租場地 要不要 要不要印刷 要不要宣導 那我們根據這一百萬 我們來做各種的分配這樣 那這些的話 因為我到底 我真正的學生人數 是報名人數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是估計的 那根據的估計所算的 這個叫什麼 所以我先編一個叫什麼 招生收支概算 對不對 這個只是估計 那概算收了以後 那我是不是有概算 然後是不是就隨著 正式的報名開始以後 那比如說 我剛開始是估計是 報名人數是一千個 那實際上真正來報名 比如說一千兩百個 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收支 要不要調整 那我就根據什麼 根據預算來講 我就可能就是根據 那已經不再是估計 一人數 而是實際人數一千兩百 我跟一千兩百所編的 就叫什麼 那就是一個預算案 請注意一下 這個預算案來講 我是根據實際上報名 我就把它調整出來 這一個預算案 但是預算案的話 是不是就有它的效力 沒有 我要把這個預算案 要經過什麼樣 經過我們學校一定要 招生委員會 委員會幫我們審查說 我們這樣的預算 這樣錢這樣花 合不合理 可不可以 那如果說 經過了這一個 招生委員會 它同意了以後 那我的預算案 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了預算 或者是叫做什麼 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 我如果說 確定了以後 那我就 可能給我招生的 各部門他去做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分配預算 那如果說 用這樣的例子來講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裡所講的是 初步估計的收支 我們稱為概算 那如果說 根據實際上 但是還沒有經過 你稱為預算案 那如果說 經過法定程序的話 就是預算 或者是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 再分配到各相關的單位 那就是什麼 分配預算 那這個是 我們有 第一個有關這一個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 搞分了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有關 基金的總類 基金的總類是為什麼 要特別講基金 因為我們都有個觀念 我們都想到 講到預算 都以為是只有 行政單位或公務部門的 才是預算 我們想到 預算就是內政部 外交部 什麼 教育部 其實我們整個政府的 正式的推動 除了說各個公務部門以外 還有很多的一個什麼 很多的正式的 政務的推動 它是透過什麼 透過各種的基金會來推動 那有些政 有些基金會來講 它的一個怎麼樣 它的這些資金的額度 都是非常的大 這個像國安基金 那一個基金的話 搞不好都幾千億 都搞不好比我們 有很多的行政單位的 經費都還多 所以我們有關這些基金的話 在我們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除了公務部門要審查以外 我們通常也包含了什麼 基金的預算 那基金的話 我們按照我們預算第四條 它又可以把它混為什麼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基金的話是指什麼 以定用途是現金或其他資料 這個叫基金 那基金可以混為什麼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那普通基金就是指一般用途 它是一個基金組織 但是它沒有做特定的這些用途的話 我們就稱為什麼 一般用途的普通基金 那特種基金 根據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它是指的是有特殊用途的 那我們預算法裡面 所講的基金的話 有營業基金、債務基金、信託基金、作業基金 或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 這個營業基金這個就是指的是 類似像我們的國營事業 那你這一個基金的話 你要致富盈虧的 那債務基金的話 你這個基金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要蓋高速公路 我們向人家借錢對不對 借錢當然要還 但是這個還的話 我們可能是20年後要還 那不是等到20年再找一筆錢 我們可能這20年內 我們就要把這個錢一直存起來 那就一個什麼 債務基金 那信託基金是什麼 我們政府有一些基金 但是可以信託給別人的這種基金 這個像最近什麼 勞保基金不是很多都信託給 然後股票啊什麼 他們去炒股票 那虧空很多 這就是信託基金 那作業基金的話 這個就是說 它本身也是供應一個單位的作業 但是它跟營業基金不一樣的 是它沒有致富盈虧的問題 這個比如說像什麼 像以前我們學校一個國立大協 國立大協也是一個什麼 非營業基金 我們有基金只是說 學校有沒有說 要你學校一定要賺錢 或要收入多少錢 沒有 它只是說讓你基金 你學校能夠運作 但是學校基本上來講 學校應不應該以賺錢為目的 當然就不是啊 那特別基金的話 就指的是 你有特別收入的這些考慮 那資本計畫基金是指的是說 你這個基金有一些 特殊的這些計畫的話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預算的總類啊 預算的話 大概根據我們預算法的話 是第16條的話 它有一個什麼 預算可以換成什麼 總預算 總預算就是指的是說 我們整個政府的全部的預算 這個叫總預算 通常比如說像我們行政院 行政院的預算 那行政院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一個行政院的總預算 那行政院是不是 行政院是不是就是一個單位 沒有 行政院它下面還有包含著各個部會啊 對不對 它行政院下面有內政外交國防什麼 有很多個部會 所以那把所有的加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總預算 那相對於總預算來講 像我們剛才講的行政院 它下面的內政部 教育部 外交部 這些什麼 他們是不是各部會也還有個預算 那這些單位的話就叫什麼 叫做單位預算 那單位預算下面的話 還有一些是什麼 戶屬 當位uur道 加瑞 還有一個什麼分預算 公務單位跟一個特種基金 公務單位是指機關單位之預算 這個比如說像行政院下面的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國防部 這些是不是都是一個屬於什麼 屬於公務單位 那特種基金呢 特種基金的話 我們剛才有講 講說其實我們政府很多 他正式的推動 我們一般會想到說 政府大概就是講說 各部會或公務單位 或者是各機關這樣 其實我們有很多政務的推動的話 他是怎麼樣 用基金 他不是一個組織 他是一個基金 比如說像我們的勞保基金 勞保基金大不大 很大 這個金額很大 但是他本身 有沒有勞保基金這個單位 沒有 但是他就是一個基金組織 那這裡面來講 所以公務單位還有一個什麼 特種基金 那特種基金是指什麼 你所有的 請特別注意 他指的是指全部編入的預算 這種的話就叫做特種基金 那單位預算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 附屬單位 附屬單位以外 他跟這個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剛才這邊的話 不管你是機關或者是特種基金 都是全部編入的 那附屬單位預算的話 是指一部分編入的 總預算的預算叫做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這個譬如說像我們有很多單位的話 譬如說像我們故宮是不是一個公務單位 故宮也 故宮隸屬哪一個部會 故宮是隸屬於教育部啊 但是故宮的話他的預算 要不要編入我們的教育部裡面 要 但是故宮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預算都編入 不是 故宮還有一部分是什麼 他自己也有一些什麼 他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收支的部分啊 所以這種的話他就什麼 一部分編入的就是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那分預算是指 你按照機關別或者是基金別 所編的預算的話 就叫做分預算 那再接著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預算的審議啊 因為我們今天要上課的講的是講 預算的審查嘛對不對 那預算審查的話 我們就是根據什麼 其實我們審查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人會以為說 審查就是隨便查 隨便看這樣 不是 其實這預算法也有規範 我們的預算審查的這些規定 這規定在48條到53條裡面 第一個就是說 因報告事項啊 預算的審查的時候 他裡有報告有什麼 施政計畫跟稅入 稅出四項的 預算的編制過程 這個是屬於什麼 因報告事項 為什麼這個 要做這個規定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行政院 行政院跟立法院是不是平行的單位 對不對 我們總統下來他有五院嘛 對不對 所以行政跟立法 其實是兩個是平行單位 如果沒有這一條規定的話 立法院 行政院有沒有義務跟立法院報告 就沒有啊 所以我們的預算法裡面就明明規定是說 你這個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 預算的編制過程 你要進行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話就是怎麼樣 有這樣子立法院才有這個依據 來要求行政院報告 所以每一次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求什麼行政院長來做什麼 做施政報告 那審議的方法 審議的方法的話 我們要審查些什麼 稅出規模 你有幾個東西一定要審查什麼 稅出的規模還有什麼 預算的余錯或者計畫的跡下 或優先次序 這個請注意一下 這個為什麼我們 我們有些要對稅出規模 要立算法有規定要審查 有沒有講到稅入規模 有沒有 沒有 我們預算法是規定是說 你一定要怎麼樣 對稅出的規模要審查 對稅入反而是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也講 公共理財的原則是什麼 量出為入對不對 所以對於支出是不是 他強制你立法院一定要好好的審查 至於你稅入有沒有那麼重要 稅入的話那個就另外一件事情這樣子 好 那這個議決跟公布 而且是法律是規定是說 你這個預算要在會計年度 開始前一個月內議決 開始前數月有總共公布 這個我們這個預算法 他可能也知道說 怕說我們的這個什麼 預算如果沒有這樣子要求的話 會怎麼樣子 會不會立法院他就延宕不審查 那如果不審查的話 會不會影響公務單位的正式推動 所以他規定一定是什麼 你在這個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 你就要結議啊 那有15日前有總統的公布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審查的時候 預算審查也不是只有過或不過 你還可以怎麼樣子 附加條件或附加期限 因為很多行政單位 他對於這個錢怎麼用 他我們立法院的話 有權力來做什麼 附加一些條件你要怎麼 而且也可以限期來做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審查的時候也可以限制議題跟人數 審查的時候都可以加以限制啊 所以我們其實從這個預算法 這個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法律對於預算審查 都有很多他的規範啊 所以我們時常在看到這個什麼 這個電視場好像立法院吵吵鬧鬧啊 其實我們看到的吵鬧鬧 那只是表象啊 其實他們在中間來講 其實亂中有序啊 你在怎麼吵在怎麼 但是這些是法律規定的 你有些事情該做的話 你就是你就是該做 然後你沒有做的話 你就是違反這個 所以這個預算法的話 他就是一個什麼 亂中有序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立法院 電視上看到好像他們吵鬧鬧鬧 其實那個是法律規定以外 那各自表現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 有關預算審查的一些基本觀念 那基本觀念完了以後 我們接著的話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有關預算書的一個範例 因為很多人 我想大部分的人 我們知道說預算來講 是一個概念說 這個預算是 但是預算表現出來的 就書面畫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預算書嘛 那預算書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那我們講在這裡就幾一張是什麼 預算書的話大概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這一本是103年度 最近那個什麼各單位都送到立法院 都是送什麼 新的104年度 現在才剛剛要送來 那這個預算書裡面 它大概包含了這幾個內容 第一個就是什麼 後面大概就長的這樣子 那再來呢 預算書裡面的 預算書是由各個部會 各個部門 他們都編的什麼 不一樣 但是我們知道說 有很多部會 很多他們性質是不是都不一樣 比如說經濟部跟教育部 這兩個部會是不是性質差很多 所以因為他們性質差很多 所以每個部會他們所編的 預算書的內容是不一樣 那像教育部的可能是只有這樣 薄薄的一本 那如果像經濟部或交通部 可能就是厚厚的一大本 但是不管你內容有再什麼 但是它基本的架構 都不外乎是有下面這幾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預算書的總說明 大概預算書的內容 都分為三大部分 一個是總說明 一個是什麼 主要表還有什麼 戶數表 大概你預算書的內容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你真的它的架構的話 大概就是分為總說明 還有這個什麼 主要表 那總說明是什麼 總說明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一些基本上就是文字的敘述 敘述的話就是把你這個單位的指掌 你這些背景的這些資料說明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預算的總說明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主要表 任何一個單位的一個 的一個主要表的話 有各種的主要表 比如說像這個什麼 稅入的來源表 來源別 你這個稅入來源別的預算表 你這個收入是從哪裡來 然後再來的話是 稅出 那稅出這個是按照這個什麼 正式別 你這個是要做什麼 做什麼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稅出的一個什麼 機關別 這個稅出是有哪幾個單位 這個是主要表大概是這幾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戶數表 那戶數表就是說你剛才的主要表裡面 其中如果說不能清楚 你就是說再用這個戶數表把它交代 比如說像剛才的稅入 你可以再用這個戶數表 那這個戶數表的話就每一個 它的內容就會差很多 可能有的十幾張 有的是好幾十張 那整個的內容 但是不管怎麼樣它的內容的多 大概它的架構都是屬於這樣子 好那 我們這個 現在我們是不是休息十分鐘 現在是五十七分 那我們就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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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七分 三點十分左右這樣 謝謝